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普普普看》 今天互联网上传一个很热的消息 说从外省市返京的人员被要求佩戴一种电子手环 这个消息炸了 出京返京的人这么多 以后回来就要带电子手环 这可如何是好 老胡很纳闷 因为我刚从广西回来 一飞机的人出机场很顺利 没有任何阻拦 我回到家 按照规定做核酸就可以了 健康宝出了个弹窗 是行程码的核验 我自己在手机上操作 输入一个验证码就解决了 一位朋友差不多时间从河北回京 乘坐的高铁也是这种情况 然而从报道看 个别入京人员近日被要求带电子手环的事情 却又发生 居委会向媒体做了证实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把信息看全了 会发现这当中有三个元素 返京人员 居家隔离者和电子手环 真实情况应该是 网传的电子手环针对的是居家隔离者 而非一般的返京人员 北京市早已不要求 从外省市低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居家隔离 老胡和周围很多人的亲身经历完全可以确认这一点 因此从外省市回京就需要居家隔离 并佩戴电子手环的说法 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大到了针对绝大多数返京人员 其实它是对居家隔离监督方式的一种改变 影响的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根据规定需要居家隔离的是回国人员 从中分野地区返京人员 还有次密街等 一些人在网络上传播此消息时 将被要求带手环的人泛指成返京人员 大概是希望扩大影响 即使这样 我想说我个人同情反对带手环的舆论 并且建议北京市不推动居家隔离者带手环 虽然香港宣布将要求居家隔离者 本周五开始佩戴电子手环 但北京市的情况与香港不同 在北京这样做的副作用 很可能超过正面作用 疫情在内地虽有反复 但总体上是趋于缓和的 这个时候出台新的防疫措施需要非常谨慎 充分考虑公众的意愿和接受动 当前很多人更加担心的不是有可能被感染上疫情 由于防控措施严厉 这样的概率很小 很多人更怕不小心被防控措施给网住 惹出一身麻烦 这样的概率要相对大得多 在这样的舆论焦虑中 此时推出防疫新举措很容易遭到负面解读和反对 并受到是否合法的尖锐质疑 这是很难说清的争议 会带来很大消耗 所以说在内地推防控新措施 我认为还是谨慎为宜